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到深山去探索一个小村庄 听说这个小村庄以前老人为了留住年轻人 跟他们一起住在大山里面 然后花了三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路 到这个村庄里面就这条路了 但是后面路修好了 年轻人还是不愿意跟老人住在这个大山里面 嫌这大山里面比较偏僻 太偏僻了 走出去一只比较辛苦 现在就听说里面就剩下几位老人 留守在这个村庄里面 年轻人都不在了 就在前面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下面这个小山村了 就在这个山的新窝下面 路修进来大概有三四公里左右 这边是现在车子下不去了 要靠人力走下去 这个村庄非常独特非常的美丽 我们看一下 刚才我在外面进来 附近方圆应该七八公里左右 全是没有村庄 唯独这个村庄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村庄在下面 大概有十户左右 感觉非常的深 四面樊山这个村庄 四面樊山这个村庄 看一下老人为了留住这个年轻人 花费了多大的心血 这条路全是石头 它是单单做的这个路基的 估计也是想着老人做好路基 然后年轻人再铺一层这个沙子下去 然后就可以通路了 不知道今天下面老人会不会在家 我们下去看一下 好,现在已经到村庄了 村庄就在下面 问姐姐不用拿 刚才在上面 这个路上面杂草比较多 我有些怕 看一下这不同路的村庄 它也能建议这个楼房品房 是用水泥砖做的 然后这里很多这个芭蕉树 已经结了果了 下去看一下有没有人住 看一下房子做的多好 门是锁住的 然后这里有一匹好肥大的马 看一下这边就有这个瓦房了 这里有马儿 估计是这些留守的老人养的 现在到村子里面去看一下 会不会遇到这些老人 发现这个村庄起了很多这个小平房 都是水泥砖做的 没听到说话的声音 不知道老人是不是进山干活呢 还是在家里 没出来 照说的话 有陌生人过来一说话 他们应该出来 不知道到随便去看一下 看下 这是泥房 看样子快倒塌了 上面有鸽子 这里就遇到一位这个老人了 看下养了好多鸡 还有这个黄牛 我还以为没人在家 结果他们还是在这里 我还以为没人在家 结果他们还是在这里 我还以为没人在家 结果他们还是在这里 好 我们看一下 山里面的这种生活 都是烧柴火的 这里面没点 没点 通电了 村庄是通电的 通电还可以 但是水源 没达没有米吧 两米 水源都有 就是生活苦了一点 出去比较远 如果买个一两斤肉 买米的话 需要去到镇上 非常的远 都是搞这个工工在这里 水源是山里面出来的 就是说那种山泉水吧 一根水管直接接下来的那种 好多房子快到达了 他们现在都是用这个铝皮铝瓦 盖起来的 将就住的 年轻人全部是到外面去了 就他们几位留守的老人 在这里面养羊和这个牛吧 应该还有一点养一点猪之类 看下在这里面非常的精进 四面环山 全是靠走路进来的 然后住的比较真的很简陋 很简陋 习惯了 但是老人也想着 在这里面住了大半辈子 就不想到外面去了 这里就是以前的地方 反正是有万分的不舍得吧 那种 现在我们过前面去看一下他整个尊床 他在这里面聊了很久 他说 没办法了 在这里面住了差不多两代了 也不舍得出去 反正年轻人出去 久不久 他会进来看老人 或者是老人会到外面去嘛 看一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什么 市面 显示不同路 鲎 看一下大厦里面空气比较好 然后发现这种房子都是倒塌了一边 然后重新用这个驴瓦进来重新盖 才能住人在里面 然后那边已经没人住了 反正这些都是老人 简简单单的补一补就住一住就好了 反正过过日子就行 确实非常亲近这里面大概十几户 然后老人说以前建这些巡房楼房的时候 那边有楼房 他们都是人工 这个水泥砖们一直挑两一边一棵 挑进来的请人挑进来 然后他们要么就一家帮一家挑进来的 建一层楼估计花个将近一年 如果两层那边两层 两层估计两年到三年左右 而且是两三个人自己搞的 然后在外面一点一滴的运进来 看一下这种大山 住在里面确实真的是亲自亲近 但是非常辛苦 生活太苦了 看一下山里面待客就比较好 马上就要煮饭了 大叔说准备煮饭 我说酸的太麻烦了 不吃了 在这里面生活也挺不容易的 好 现在我就出山了 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带一块 带一块